我吃肉我的营养够吗 我说那个牛和羊都不吃肉 它的营养很高 对吧 它就是一个直接社区蛋白质 一个间接社区蛋白质 这个方法 这个途径来源是不一样 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这种合理性 一定要因人而异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早晨不能吃饭 有的孩子早晨必须吃饭 你早晨你喂他 他吃 你就给他吃 他不吃你就放在那 他什么时候饿了 什么时候在吃 所以古人呢 尤其像你看那个宋代的大学士 苏东坡 他有一句名言 叫以饥方食喂饱先止 饿了再吃 这时候才有食欲 你吃东西才香 现在人都是不饿 马上就吃 以前吃四顿五顿 加上一个宵夜 这是很不合理的 对我们的这个脾胃 那么这个小孩呢 他在这个饮食结构呢 我认为相对来讲 要清淡一些 不要给他吃过多的这种肉类 你像现在中国儿童的健康状况 现在是整个就是对我们的国家来讲 是一种非常值得值得这个担忧的这么一个现象 儿童这个超重 体重肥胖 而且体能下降 吃的又好 完了又不运动 运动的相对的跟不上 吃不了苦 这个将来以后你说培养出来这些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这个群体呢 所以这个饮食上呢 要教会孩子 这个在生活上 这个避免这个寒粮 在饮食上 尽量清淡一些 就五股杂粮是最养人的 其实你说这么多的这个养生节目 这么多的专家在做 那么做到最后 我们说 孩子要规矩到饮食跟周围环境的这种影响 那么饮食上我觉得也不要听得太多 你说弄一大堆又是青的又是黄的 白的蓝的 这用几种颜色去调配的 我觉得作为居家过日子也没有必要 就最常见的 这个小麦 就是我们吃的面 面它入心 那个大米它这个色白入肺 还入脾 健脾 虽然长期吃它会引起这个脾的失 这个失重 就吃一些这个果巴 都是可以的 那饮食这个结构上来讲呢 咱们中国人的体质 我认为呢 就尽量的减少肉食 就是每天中午有一顿 这个肉食就足以了 而且也不要吃的太多 我知道有一个土方法治感冒 家里要有人生病了 然后可能就是家里的大人就会 拿醋在灶上 然后加热之后 在屋子里撒一下 其实这个方法吧 我就不知道 它是从什么时候流行开来的 就咱们中医学呢 很多人认为是中医的方法 我倒真的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按照中医学的方法 我们肯定不会用醋来杀菌 有些实验室出来的东西 跟现实生活中是不一样的 那么醋首先说呢 它是酸的 对吧 中医这枚酸性的主收敛 主收敛 它给收回来 就藏起来 那么你说你这个空气当中 这种菌 你怎么去能通过这种醋 给它杀死 那么你如果我在一个房间里面 你闻到这个醋味了 那么我们说 它这个感冒也好 这个病毒也好 空气当中 有很多的这种毒醋都在里面 在体内都积存着 那如果呢 就是在体内 如果没有发作的时候 这个可能都没有什么 这个外带的这个显像 那么如果它正是在 这个发作当中 你把这个酸性的东西 通过我们的鼻子 毛孔呼吸到体内 它把病邪收敛住了 就跟用现代的这种药物 用良药治疗寒症 效果是一样 它会导致寒邪入理 所以我是不推荐 也不建议使用这个 熏醋来治疗这个感冒的 这个方法 我们倒是可以就是有一些 你比如说像芳香化湿的 你比如说这个 用些这个姜啊 酸的都可以 喝一些姜汤就足以了 刚才您提到了 风寒风热感冒 也提到了小孩发热是变症 还有一种病 也是小孩比较常见的 那就是腹泻 小儿腹泻呢 这个在临床上 也确实是很常见的 就婴儿的这种腹泻 那么在咱们现在 临床治疗的都是一些 用些这个抗生素 抗菌座 这个来这个 这个止蟹 治疗它这个腹蟹 咱们中医呢 你比如说有个 很简单的配方 叫山竹扁金汤 山药 扁豆 肌内筋 这个 山药 扁豆 白竹 肌内筋 这么四维药 来治疗这个小儿 匹为虚热 这个湿热 导致了这种腹泻 它使用起来呢 就是按照这个长用量 来给它配比起来 或者是 其实每一个 这个学习中医的 这个大夫呢 我认为 都应该要掌握这个方法 或者是咱们中医里边 像神领白猪丸 香沙六菌子丸 对这个腹泻 都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现在呢 就是我们在医院开 基本上看不到 这个大夫去使用它了 没办法 有的时候 我们在医馆上 还在坚持使用 这些传统的 这个药方 提到这个小儿腹泻呢 这个 其中里边还有一个 这个 一个小插曲 小故事 就是咱们在家 治疗这个小儿腹泻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也是有很多 读者 跟患者 来这个 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像有一次跟这个 关友博 关老 关老先生 就是这个 闲聊天的时候 老先生就 也是对 现行的一些这种 医疗啊 制度 很多的这个不满 聊天的时候 老先生就发泄一下 说你看 现在我们抱着孩子 到医院 治疗一个腹泻 那个 动不动不 就是成百上千的 对 其实就是一个拉肚子 有什么难的 他说 从前呢 北京有一个专门治疗 这个儿科的 这个老大夫 也在这个 中医院 老大夫 以前治疗 这个小儿腹泻 基本上就是 来一次 就看不到患者再来了 不是说这个 无效 而且是基本上 用了他这个方法以后呢 就好了 就不来了 这么神奇 非常神奇 那么后来呢 这个关先生呢 关老呢 他看到这个大夫的时候呢 这个腹泻的这个小孩呢 越来越多排上大队了 老先生也开方子 开一大队的药 那个效果呢 反而不如以前了 这个关先生就很好奇 问他说你以前 这个 这个治病效果那么好 为什么现在这个 要几次才能治好 逼得这老先生呢 说了实话了 说关先生 您不知道 现在都讲这个效益 我这没效益 你不来了 说你以前 这个这个怎么治 说以前呢 还现在也不用了 我告诉你 也没关系 说以前 就简单到什么程度啊 就咱家那个 小米啊 熬粥 一定是小米粥 黄色的嘛 就把上面那层粥油 熬得浓浓的 你拿小勺 给它 备在这个 就是喂的这个孩子 嘴里边 一天喂个三五次 有过三五天 它这个腹泻就缓解了 那小米是这个骨质精华嘛 它这个油就是精油嘛 就是健脾去湿的 这个作用非常强 他说你把那张 他们回家 又被不拉了 他就不来了 说这没有效益啊 这领导 这批准啊 愿改良行 直接卖小米 对啊 所以说其实呢 就是古人认为 一直认为呢 是一时同源 药时同源 它这两个是不分开的 有很多病呢 是吃出来的 那么要想 这个不生病 要会吃 还得合理的去运用它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经常开玩笑说有些病在厨房就给你解决掉了 油盐酱醋 茶 这全都是入药的 那么在后来我们在临床上呢 就是包括听了这个关先生的这个聊天以后 也在推荐大家用这个方法治疗婴幼儿的腹泻 我们认为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呢 这个一个大夫更多的这个责任 是要这个教化 教育 就告诉更多的人怎么去预防它 怎么在家很简单的去治疗它 如果我们说咱们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 改革开放30年 对吧 给这个广大民众带来的这种 这个艺术是非 就是随处可见的 这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大的 那么如果换过来想一想 这个国家没有中医 没有中药跟这支撑着 我们有个病 就像现在像这个美国人似的 就马上要不去排队 要不去等着在那去治疗 就光它的一个这个医疗费用的支出 就可能会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税收的 这个一半给它打进去 那么咱们中国人呢 从古到今 这个老祖宗很智慧 我们有个简单的 普通的感冒发烧 一看到医院排大队 人也多 干脆不去了 转身去药店了 他要那干嘛呢 您给我来两包感冒 清热冲剂 两三块钱 拿回家 气场 和我上两三天 好了 就不感冒了 那么你想 这种非常简便连沿的这个药物 我觉得对我们国家 不单从这个说医疗制度上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 也是一种这个起到了一个辅助的 这么一个作用 感谢观看